上回书说到 薛丁山里个人要穿树林还没等过去 突然大树林里啊 传了一阵吼叫声 什么呢 大家拢足眼神一看可了得了 就看大树林里啊 穿出无数猛虎 呜呜的往上扑啊 呦薛丁山想 这碰就虎群了 怎么这么多呀 再看君族吓的汪一声都跑了 你别看两军镇前啊 刀对刀枪对枪打仗不害怕 谁看见过满山跑猛虎啊 这五百名君族一下就跑散了 薛丁山一想都跑了不行啊 神鬼还怕恶人呢 咱们拿个弓箭呢 快射猛虎 秦汉斗鱼虎身上没有弓箭 君族有 薛丁山带着呢 取下弯弓走射弧 抽冲凋零箭 搜啪啪射了几箭 哪知道这边一射箭 有的猛虎中箭扭头就跑 有的站起来跑 这一站起来跑 薛丁山明白了 这是假老虎是人装的 书中暗表 杨凡就在白虎山这组织了五百老虎队 修炼多少日子三千名君族设下埋伏 就怎么着困靴里 君族一看是假虎 弹斗大老乌又过来 和这些假虎又交上手了 这些猛虎除了吓人以外 各带兵器 就双方打给揪手了 可是这些人不是薛丁山带来君族的对手 四散逃奔 跑到树林外 季节队伍 薛丁山趁机会穿过树林 奔前边的山峰 书中暗表 山峰上有座庙 白虎庙 眼看这些猛虎望着庙里跑 那还不说 前边窜出几员大将 又和秦汉斗一虎交了手 秦汉斗一虎这边一交手 薛丁山往山上去 就在这么攻防 他发现有一只穿着虎皮的人去推庙门 天光早就大亮 薛丁山取下弯弓伸手抽出一支箭 这支箭就传云箭 又尖奔雷铸 任寇天贤 箭弓拉满了 嘎吱吱吱吱吱吱吱 冲着那只假老虎 蹬一松弦 噓 这只箭就射出去 你说多巧啊 这个箭仰勘又射中了 这只假虎猛然 一回身 一闪 躲过去 庙里有一个人呢 开庙门开了半尺多宽的缝 这只箭隔着门放 砰一声 正射在庙里人的耿嗓尖喉 这个人大叫一声 扑通 摔倒了 那只猛虎扭上了功夫 丁山又一箭 捡那个假虎也射死了 丁山蹭蹭蹭来到了山上 推庙门往里一看 啊 当时吓得亡魂结冒 射的谁啊 正是他的父亲平辽王 白虎大帅 薛李薛仁归 薛仁归怎么在这 书中万表 薛仁归被困山上两天半了 加上江城打仗这半天呢 累得历尽筋疲 这几天 困到山上 没吃的没喝的 饿了 找那些没有毒的树叶和草 我自己嚼不嚼吧 哪个勾的有口水 自己喝一口 已经累得不行了 就在昨天晚上 自己将战马牵进了白虎庙 大脊戳在院子里 坐拴马庄学 把马拴在了大脊上 在庙里头歇一阵 天光放亮的时候 他就听外边战马 咸咸咸咸咸咸 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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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只这匹马就拱啊拱啊 吐吐打响鼻跟他亲近 学人贵一看 觉得不好 有那么句话 马笑唇狗笑尾 马要是高兴了呢 冲你拱脑袋嘴唇翻又翻 吐吐打响鼻 这是高兴了 再老实的马 要是冲你一吊屁股 你赶快跑 狗笑尾 狗要高兴了 给你摇尾起脸 这是高兴 这匹马冲着薛李咧咧嘴 突然 他哭吐就卧下了 伸手他刚想把他揪起来 那只这匹马拱起 拱没拱起来 哭吐躺在地上 奇跳流血 哎呀 老马 这匹马死了 薛人贵啊 当时眼泪就下来 疼得都哆嗦 这匹战马陪着自己跨海 争东十二年 履历战功 这是宝马良心啊 曾经拖着我 跨东阳大海 曾经多次救胜下 这次西征 老马呀 都怪我呀 难道说 我的寿楼禁了 这是不祥之兆啊 不行 我不能被困在山上 我得走 老马 我顾不得你了 我走了 想到这 伸手来拔他的帮天画脊 嗨 没拔东 啊 是我婚人没力气 还是大脊头扎得太深了 咔咔一张 把脊是拔下来 再看脊头一段 呦 原来啊 薛人贵戳脊的时候 小得很 两个石头缝 他正把脊尖啊 扎在两个石头缝上 夹得太紧了 一拽没拽出来 再使劲一变嘎巴 蛇 身为大将 最忌讳 兵刃损失 坐骑伤亡 哎呀 天哪 难道说薛人贵要命丧 白虎妙 这 这是不祥之兆啊 大脊没了 坐骑没了 剩我 我怎么交战 身为大将 没有战马 如蛇双腿 没有兵器 如断双手 哎 人活派事 终有一丝 我薛人贵啊 我薛人贵啊 够了 从一个要饭的取下了柳氏小姐 从一个做饭的成为平辽大帅 圣上厚爱 我成了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帅 也算光宗越祖 也算不枉人生一回呀 哎 身为大将 难免麻 大阁果实 我死是小时 脸影怎么办呢 剩下长脚筋 他不够帅才呀 军事走了 军事不让我出马交战 说明他就已经想到了踏出危险 我没听话 哎 十一日子 我赶快下山回军营去 想得着他站了起来 腾腾腾起步来到庙门 猛人就听外边哗啦哗啦有动静 远处沙声正耳 难道有人攻山 是唐营人救我呢 还是杨凡派人来抓我呢 门口动静 他赶紧撤了门栓 拉开一条缝 半尺宽的缝 就这这 人装的假猛虎 要进庙里呀 躲避薛丁山 薛丁山搜就射一箭 这个假虎一回身 薛丁山的箭走空了 这支箭正射在 薛里薛人贵的耿嗓烟喉 薛人贵大叫一声 倒在地上 身子动了又动 折腾一阵 气已绝身亡 就在这阵 薛丁山到了 薛丁山一看 是自己射了父亲 扑到山上 昏厥过去 这阵 秦汉斗一胡也上了 来到庙门这一看 哎呀 这可怎么办 这是外面筋骨大作 杀声正耳 喊杀连天 书中暗表 那杨凡因为受了重伤 在山里 在山里守了两天 伤势啊 严重 发炎了 发高手 没办法 他撤出白虎山 他这一走 山中群龙无首 立刻就乱了起来 就这样 程咬金带兵杀到山里 有人指点说 二路元帅 在白虎庙呢 就这样 程咬金很快就来到白虎庙 来到庙门这一看 呦 啊 薛元帅 我那刚儿子 你怎么了 丁盖 你快说 你父亲是怎么死的 薛丁山 还想过来 泪如雨下 王家千岁 我愿意给我父亲 敌场 对命 薛丁山 勿发一见 射死 他的父亲 薛李 薛仁贵 当时薛丁山吓了 胆烈昏飞呀 瞬间 脑子一片空白 他不相信这是真理 当他看见 他的父亲 咽喉重剑 直停停地躺在地上 血染争议 湿透了土地 半天晃过这口气 嚎头大哭 爹爹 我是为救您 没想到敌人躲过这一剑 到伤着你老人家 孩儿不孝了 我有何脸面活在世上 爹爹 您慢走 孩儿跟你一路前往 说着 撑啊 抽出泪下宝剑 横在脖子上 干嘛 要抹脖子 就在这边 惊动了 窦一虎一抬腿 啪就把宝剑踢飞了 你看什么 我的二路元帅啊 头老元帅死了 二路元帅抹脖子 我们的仗还打不打 秦汉也说 丁山 你不能死 这是误伤啊 你不是故意的呀 千万别寻短见 嗨 二位啊 我浑身适口也难以分数 我良心上过不去 你们别拦着我 就在这儿 程耀金几步来到切尽 他一看薛李躺在那儿 当时吓得脑子嗡的声声 再看薛丁山啪那哭 什么都明白了 当时程耀金气毒咽喉 半天没说出话 我的刚儿子你死得太缺了 他一哈腰 把那只剑拔出了 一看剑杆的字 薛丁山蹭蹭血迹插在剑壶内 薛丁山 你算真可以呀 你爷爷 别逛着爷爷 我不是你爷爷 薛丁山啊 你可真狠呢 当初你父亲在分合湾 射你一箭 没把你射死 倒射你一身本领 你又射他一箭 要了他的命 好好好 来啊 行看斗一虎 抬着老元帅尸体 游盈 就说老元帅是薛丁山杀的 这还了得 薛丁山能吓死 那还活不活 葡萄跪在程咬金的眼前 抱着大腿 爷爷 不是这么回事 我不是故意的呀 我冤枉 实在是我看见开庙门 是只老虎 假的 我射一箭 这只虎往旁一闪 偏向我父亲开门 这只箭就把他射中了 你可千万别冤枉我 什么什么 我冤枉你呀 我再问你 樊梨花的父亲兄长死了 有人说是他杀的 你怎么也跟着说呢 这这你知道冤枉了 当初你怎么冤枉人家樊梨花呢 老人家 您再说这也没有用了 反正我知道错了 杀卦存留 任凭乏落 唉 你叫我说啥好啊 你父亲一辈子南征北战 东党西沙 可饮刀头血 睡卧马鞋 狄将没把他如何 反倒死在你手 你这罪可大了 是父之罪 你父亲是国家命官 你把他给杀了 我可做不了毒 我得奏鸣殿下 由他来罚落 老人家 这件事情 你 我什么了 我告诉你 你父亲走了 你是二路元帅 你回连营 执掌兵权 怎么打杨凯 打白虎官 我不管 我这就到 青龙关 找殿下处理 就在这 山下 杀生认儿 怎么回事 原来是 承咬津带兵 冲进山口之后 随后 唐赢唐将 冲了进来 玉池宝林 玉池宝庆 弟兄两人 拼命厮杀 把 白虎官的 君族杀散 这有三千人 这些军兵 四散逃奔 大部分 回了白虎官 整个 白虎山 这次 唐军占领 有人把 白虎庙围上 程咬津 来到了院里 把白虎帅 抬到一旁 一看院子里 有折了的 方天花籍 那旁 是薛仁贵的 宝马良居 已经死了 程咬津 老泪纵横 唉 征兮的路上 怎么那么不顺 把白虎摔没了 唉 我这么打算 活个什么劲 我要替他多好啊 他越这么说 薛定山 还不能有个地方 转下去 想自傻 刀一虎 秦汉 看着他 程咬津有主意 吩咐君族 赶快准备官国 把灵舅舅 停在白虎庙 派君族把守 又请来僧道 超渡亡灵 那匹宝马 也掩埋起来 大脊 放在白虎帅的官国内 陪葬 然后打扫战场 带人回到了连营 到了军中 立刻有人 给柳王妃送信 柳王妃和女儿薛金莲 听说元帅死了 哭得死去活来 怎么死的 人嘴两层皮呀 那就没准了 君族议论纷纷 有的说了 是奥元帅误伤他的父亲 老帅死的 又说 他们父子的仇啊 大了 甭说别的 光我见着 这老元帅 要杀薛丁山多少回又打 打多少回呀 是啊 逮着机会 还不把爹给整死吗 这不设法了吗 薛丁山抬皮脑袋 但是他知道 这就是死 也没用 事情也出城了 另外军中不可一日无阻 十几万大兵 陈兵在白虎关外 如果自己真就现在死了 谁领兵啊 等着程晓晶回信 就这样 程晓晶骑快马 带着人很快来到了青龙关 见着李志 见着李志这个哭啊 李志吓一跳 前者我说过 把他留在青龙关 就是怕江场交战有危险 等得到白虎关呢 再叫殿下起驾 进关 可是最近的仗打得不顺利 太子正着急 昨天军事来了 干嘛了呢 办事了 什么事 后闻这有交代 程晓晶进来就哭啊 殿下呀 薛丁山这个小子 气死独头蒜 亚赛小辣椒 没有他这么狠的了 他把老元帅他爹给射死了 好 李志们吓死 什么什么什么 我不信 儿子是爹杀爹 可不是怎么的呀 他是官冒私仇 他把给杀了 那还不说 请薛丁山 头次二次你都知道 第三次你知道 我不知道啊 第三次 人家樊丽花 什么也没说跟我们来 哪知道在动物房外边 来了个薛英龙 薛英龙你是谁吗 我也不知道啊 樊丽花的名领义子 这薛丁山心胸狭窄 说着薛英龙和他干娘如何了 他是连渊带损 樊丽花气走了 他三次休妻 这人可杀不可留 殿下 你可得给我们大家做主 您起驾 奔连营吧 这还不需要 主帅死了 这可了得呀 得下半棋呀 就这样立刻起驾 很快来到了白虎关外的连营内 有人一报信 说是千岁到 薛丁山没办法硬着头皮 把李志接进来 李志连礼都没礼他 当时又到白虎庙 参灵调计 安慰老王妃 是晚过天来 第二天早着 李世民的儿子李志 在行宫大帐内 吩咐首先人 来呀 把薛丁山压上来 时间不大 薛丁山来到里边 扑通跪倒 罪人参见了王家千岁 千千岁 薛丁山 你可知罪吗 知罪 你父亲是不是死在你手 是 是否知罪 你知道该怎么处理吗 知道 罪该万死 万死了 我把你剁成肉馅 也不解心头之恨 我再问你 你和樊梨花成亲 是你父亲主婚 程咬金为美 你同意这门亲事 对不对 不错 你为什么三次休妻 这都是我的过错 薛丁山 我把你这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之徒 杀你该不该 最该翻死 好 来呀 推去 上 有人架起薛丁山 搭上中箫带就推到外边 立好了庄角 把他绑在庄角上 这边栽好三尊大炮 干嘛 杀人要点炮 头一声炮 叫送信炮 就是说 祭点法场的 你们到这看完了快走吧 第二声 叫追魂炮 第三声 要命炮 三声炮一响 人头落地 下回 接着说